哈喽,大家好,我是乌鸦太太 你们这周购得好吗? 这集是之前日本型的购物清单 因为时间也过了一阵子 所以大部分的东西已经有简单的使用心得 如果你想知道我购入的物品有哪些 或是这些东西好不好用 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我平常使用率最高 这次购买的数量也比较多的厨房用具类 因为这次去逛了中川正七 刚好看到蛮多需要的物品 所以也趁机买了一些他们自制品牌的东西 首先是这两双筷子 不知道大家喜欢用什么样子的筷子 我自己很爱日本制这种尖尖的细筷 觉得夹食物的时候很好用 中川正七品牌的筷子产地为弱霞 是日本第一大筷子产地 超过80%的日本筷子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哦 而品牌选择使用耐水性墙的硬铁木 并搭配擦漆制成的筷子 一整个系列有分不同的粗细 还有快身的形状与长短 可以按照使用者的喜好选择 我这次选的两双都是黑色的擦漆涂装 也都是细款的快身 一双是八角形的款式 这个快形在稳定性和手接触的触感间 取得良好的平衡 另一双是圆弧四方形的不规则T恤消纹 这双外观上更有一种手作感我很喜欢 圆弧的外形也更贴合手型 黑色的筷子外观看起来更成熟 也很适合跟各种菜肴搭配 再来是两条花布巾 中川正气商店的花布巾 是以耐量线传统布料纹帐生地制成 这种布料的网眼比较粗 材质两爽透气 以前常被用来制作纹帐 因为它的透气性加吸水性强 还有素干的特性 也非常适合在厨房使用 我这次选了两条 一条是方形厚款的日常用擦拭抹布 选择的是清爽的蓝白条纹 有五层布料平质而成的抹布 每天擦拭桌子与楼梨台时 除了手感更柔软 厚度较厚也更耐用 另外一条大的长方抹布 这个是要拿来擦拭洗干净的杯盘 以及做擦手巾使用 这条有两层纹状布制成的擦巾 由于洞孔较大 所以非常快干 就算擦完杯盘后挂起 很快就干了 作为擦手巾也不会觉得湿湿黏黏的 很适合作为一物两用的厨房好帮手 花布巾在使用前 要记得先用温水洗过 把外层定型用的红薯粉浆洗掉 就可以安心使用啰 再来是这个抗菌海绵 这两年都习惯用这种孔冻较大的海绵 主要的原因是排水性 还有起泡性都比较强 不容易积水也有抗菌的功能 用来清洁日常的食器 让人觉得很安心 再来是这种海绵的手感很好 Q弹的触感 都洗碗时感觉也很舒服 中穿正漆的这款 在单侧有硬化海绵 比起之前使用的款式 更容易去除一些脏污 目前使用下来我还蛮喜欢的 不过我自己对于这类海绵好用的判定 有蛮大一部分是关于耐用性的 有些质感比较不好的海绵 很快的就会有扁塌变形的情况发生 但因为这块才刚开始用不久 耐用性可能要等我使用几个月后 再跟大家分享 再来是两个家室温屋的厨房道具 这个品牌来自于日本最大的金属产地 新鲜燕三条 专注于研发各种金属质的家室道具 设计以食用性为考量 结合传统职人的工匠精神 打造出日常生活中耐用顺手 且安心的家室道具 首先我购买的是这个 两用的金属增价滤网 适用于24公分以上的锅内调理蒸污料理 双边有把手的设计 用起来很顺手 选的架子的高度大概只有3公分高 不管是搭配高的炖煮锅或是平底锅 都能轻松放入这个蒸架 下方的垫高脚架大概有一公分 食材直接放在网架上也不会弄湿 日常除了当蒸架使用 清洗蔬果或是做小量炸物时 也能当成立干滤网使用 吃火锅或是烧肉等桌上料理时 清洗完蔬菜直接盛装上桌也很好看 目前使用起来我很满意 另一个是这个意大利面计量器 平常煮意大利面时 用咖啡称量重量要另外拿容器装面 加上料理台上会有其他的备料需要搬移 常常因此手忙脚乱的 所以看到这个设计简单易懂的 面食测量器便很心动 加上我平常煮菜时喜欢用料理块拌炒 却没有地方放置 所以只能收在抽屉中 这个测量器不用时 放在台面上不占空间 还能收纳料理块 对我来说很适用 接下来的几个厨房小物 是我在不同选物店看到的设计品牌 第一个是这个剥佐剑梢的模拟器 之前家里使用的是金属的模拟板 每次使用时我都很怕刮到手 看到这个小巧的模拟器 纸铺圆润的手感很吸引我 研究了一下发现是喜欢的波佐剑梢 我很喜欢它在模拟后便可以在容器中调配沾酱 作为盛装容器就可以直接上桌 平日也可以放在料理台上作为汤匙架 是我最喜欢的一物多用厨房小物类型 再来是这个PUEPCO的围裙 很喜欢这个日式工业风的生活品牌 风格在一系列自然温暖系的日本品牌中 有着独特的晒气感 我自己尤其喜欢它们使用回收原料 或是收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古筒与老品 利用新的设计市长 再制成符合现代美感与使用方式的生活物品系列 这个围裙本来是设计给园艺使用的 使用回收的军用羽衣布料制成 所以具有仿泊水跟耐脏等特性 由于是回收布料 每件围裙的颜色与使用痕迹都不太一样 除了造型好看 它的使用性也很高 前方有三个口袋 方便我煮饭时随手放小物使用 而轻薄的材质穿起来没有负担 算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件厨房围裙 最后是这个东屋的工岛饭勺 东屋这个品牌创立于1997年 致力于制作采用日本工艺技术打造的 高品质精美生活日用品 是我很喜欢的生活用品品牌 而这个每天盛饭不可或缺的饭勺 选用日本国产天然木料 外面没有任何涂装材料 用起来让人觉得很安心 也很喜欢这种纯手工打磨 成的天然木纹基里光泽 而工岛饭勺暗含手取幸福的吉祥祝福 也因此成为了广岛县工岛这个地方的代表名产品 再来是一些我的日常用品 首先是头发相关的 前一阵子久违的把卷发剪掉 所谓将近十年的执发造型 刚好也趁着这次出去玩 购入一些执发使用的物品 首先是来自英国的梳子品牌 添沟踢水的梳子 之前就曾经买过给老公使用 不过因为我自己一直是卷发造型 通常吹整完不太需要梳头发 这次换了发型后 光结石看到便买了一把给自己 这把梳子特别的地方是他专利的尺梳 最厉害的是他连在施发的情况下 都能不拉扯头皮的把头发梳开 而在干发的状态下 用他梳头发梳完会有一种光亮感 头发看起来也会很柔顺 这点头发比我更长一些的老公 使用起来更有感 所以他也很喜欢用 再来是这瓶有机天然的Track发油 它可以用来做施发造型之外 也是护发油 这瓶发油的瓶身很美 看起来就像是高级的香水瓶 而它的特色是含有97%以上的 天然优质植物油 因为配方纯净 所以除了用在头发上 也能擦在身上当润敷油 或是混合身体乳 或是护手霜加强滋润度 这款三号的是金木稀香 淡淡的桂花香味我很喜欢 还有附一个尖头的低盖方便使用 一瓶的容量是90cc 虽然每次用量不多 不过我们家两个人一起使用 也不用担心放太久用不完 再来是这个Okamoto 缺下的钢本的保暖袜套 因为妈妈跟我一样容易手脚冰冷 所以在出发前 我便查找好这个袜套决定要购买 这个保暖袜套是日本冬季常年热卖的款式 居家的袜套加入了独家的发热材质 并在脚踝处缩紧 利用特殊编织法刺激脚踝处的山樱胶穴道 以达到温热刺激的效果 我自己穿起来非常满意 除了保暖的效果很明显外 袜子底部的踩踏感很柔软 小腿触蓬松的脂纹 就算在家穿一整天 也不会有紧绷勒腿的感觉 这些细节都能让人感受到 设计这双袜子时满满的用心 再来是我的梦幻艺品 Extended Photographic Material的相机袋 由日本知名莱卡摄影大师 一齐真英所主导的配件品牌 创立以来便一直专研高数值的相机专属配件 之前就观望这个品牌的相机袋很久了 品牌标制型的灯山神相机袋虽然好看 但是我的力气比较小 所以背重的相机时还是会觉得比较有负重感 这次看到新出的专业相机袋 上方是更舒适的宽板平面设计 加上两侧新增了ETM设计的快速连接器 能实现一键安装及拆除的功能 很适合像我这样在家与外出都会使用相机 并且独立拍摄 想需要快速更换场景与位置的人 这款相机带有两个尺寸 我购买的是比较短的S Size 因为它没有办法调整长度 所以大家购入前也要记得先比较自己的身高哦 最后是这个我在中穿正漆 一眼像中的株连绳 以稻草及草梗编织的绳子 在日本新年期间 家家户户会挂在门口的传统仪式 以表示迎神跟祝贺新年 一直很喜欢可以重复使用的起伏株连绳 也想过要自己做一个 不过这次看到这个简单又带有时髦感的款式 加上是久违的日本型 觉得特别有意义 未来每年新年拿出来摆放 都会想起经历了三年特殊时期后 我们终于可以慢慢回复原来生活的这段时间呢 以上就是这次东京行我的购物清单 虽然买了不少东西 但是睽違三年的出国行程 可以花点时间进行的走走看看 顺便买些喜欢的物品回家 感觉也特别开心呢 你们最近有没有出游的行程呢 或是已经购入了哪些好物呢 欢迎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